王总 坐 谢谢 是为了旅游计划被取消的事情吧 你难道认为你可以起此回生 如果不行的话 大不了于死网破 你威胁我 没有 我只是想摆实实讲道理 我说过 我们两个人 在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上 是不一样的 这并不代表谁对谁错啊 你这个样子 很冲动 我冲动是因为我有感情 我觉得无论是一个公司也好 一个团队也好 都是由人来组成的 而恰恰人最需要的就是感情 人需要感情没有错 但你现在是感情用事 王总 其实我知道今天我找你来 可能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作为他们的头啊 就是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今天也一定要努力争取 我不怕得罪你 原因很简单 他们都是我这个团队里的 有功之争 但我得保护他们 我不能让他们心寒 同样的道理 其实这次旅游 对大家来讲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他们在意的是你这个领导 在不在乎他们 关不关心他们 重不重视他们 尊不尊重他们 自从你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你的独断专行 已经伤害了很多公司员工的心 如果你再这么一意孤行下去 恐怕你要失民心哪 总之一句话 得民心者得天下 你要想让你的兵位 你出生入死 你得让所有的人 觉得为你卖命之 陆飞 你是公司的副总监 我是总经理 我想 还用不着你来教育我吧 我只是给您提个醒 王总 其实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很有意见 不过没关系 我做完这个 X三项之后 我自己卷铺盖卷走 我主动辞职 但是我希望 这次旅游咱们还是照照执行好吗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你能帮忙吗 不需要 我先回去了 终于逆耳利于行啊 王总 今天我的话 可能确实让你下不来台了 但是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 我说这些话 实际上为了你为了公司 随着 王总 你一马归一马 上车吧 你们家地址是哪儿啊 干嘛 送你回家啊 我总不能把你带我们家去吧 你敢吗 我还真不敢 我还想多活几年 什么意思 我有那么可怕吗 你以为呢 你是咱们公司男青年的噩梦啊 停车 这是快速路没法停啊 陆飞 你一个大男人 你总给我一个女孩子 加加的够不去 你好意思吗 女孩我见多了 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强势的 真的 我身为公司的总经理 我不该强势吗 难道像你那刘总监 被你们个个骑在头顶上 哪儿有点微信啊 王总 你又错了 我们头儿在我们心目中 是最值得敬佩的 最可爱的 而且是由衷的 是吗 当然了 为什么 想当年啊 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找不着工作 所有公司呢 都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 把我拘之门外 只有我们头儿 给了我第一次机会 这也太冒风险了吧 万一你不行呢 世界上怎么会有 真正不行的人呢 就像我们这个团队 王磊 肖骏 张甜甜 他们都很优秀 真的是各顶各位 王磊 就是那个吊儿郎当的王磊 是 他平时是有点没整形 但是他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游戏设计师 他很有天赋 那肖骏呢 肖骏的美术设计在国际上 获过大奖 多少公司想挖他走呢 他就是因为 跟我们这个团队有感情 谁拉他他都不去 特别忠敬 那张甜甜呢 甜甜就更不用说了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家 坐在电脑前 永远都跟一些 无聊的程序打交道 而且经常跟我们这些 大老爷们儿 加班加点到第二天早上 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最后他男朋友都跟他分手了 真的很不容易 住这么大房子 够奢侈的 对啊 这就是你所说的 我靠父母轻易获得这财富 我也想有这么好的父母 可惜没这个命 今天谢谢你 别客气 要不要上座座啊 不用了 自从你来以后 小可儿也不敢跟我打卡了 我还是赶快回去睡觉吧 要不然明天早上起不来 那好吧 这样吧 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打卡了 火特批 真的假的 你说呢 算了吧 别搞这特殊话 随便你啊 路上注意安全 再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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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